5月国际油价上涨 国际航空、长荣以及华航 公布从5月8号起调涨燃油附加费 今年1月燃油附加费 长程是32.5美元 短程线是12.5美元 5月调涨 长程涨到45.5美元 短程线涨到17.5美元 涨幅约4成 如果要到日韩国家旅游 担任来回就要多花300元 欧美国家则是多了800元 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 民众出国恐怕要多花一些荷包 机票达人布莱恩整理出以下几个小配帽 教你怎么买到便宜的机票 一整年来讲 通常不想分 其实旅游就是分代替的旺季 那所谓的旺季其实哪路 应该还知道就是教练 年价一定代替 那就是旺季 还有暑假也是浮宝的 不能是旺季 那相对的这些年价的情况 也就是淡季 就通常10月中之后到11月底 不只是10月底 只是12月中 我觉得都是淡季 就通常我们现在是3月跟11月 如果你要十秒之间 都不用特别去抢 都时间很近来可以买到旺季 布莱恩说想抢到便宜机票有以下5个重点 注册你所要搭乘的航空公司会员就可以收到优惠活动讯息 善用机票搜寻引擎可以帮你省去比价的时间 欧美国家或长途旅行尽量利用转机来压低价格 旅行社会不定期推出几期机票 不过时间限制比较多 预定国外航空公司机票 可以在官网选择当地语言 会比翻译成中文的价钱来得更低 掌握以上重点可以帮你省下不少机票钱 不过订购机票 民众还是要自己上网多多比价